哈喽大家好,我是副业实验师大宾 今天八点钟,我们在这里一起聊聊副业吧 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晚上的直播间 今天咱们聊一聊女生怎么走上副业之路 为什么我这样子一个以情感为主的直播间 要有这种女生做副业的主题呢 那其实很多事情都是相关的 我们女孩子在这个世界上做很多事情 她都是不是说你情感 你就只专注于情感就能够解决问题 事实上我发现很多女生的遇到的情感问题 主要是钱带来的 就是说如果有钱的话 她的困境就没有那样子的明显 甚至是如果她能够挣到钱 她的很多情感选择就不是那样 我是属于上一代的女生 其实我现在说我自己是女生有点夸张 反正我是属于上一代的人了 那我觉得现在年轻的一代的女生 有一个非常好的便利 就是现在对于女生来说 你挣钱的方式 你挣钱的效率都可以比以前有提升 就是说我记得在我自己二十来岁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可以给女生的机会是不多的 但这个时代给女生的机会 其实比以前要多得多 所以说我觉得女生你可以尝试说自己多挣钱 多挣钱呢 你挣到了钱 你会发现从前困扰你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好了我前面这个开场的话也讲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请大兵分享一下 她对如何去做副业挣钱的一些心得 哈喽大家好 那么我就开始我的分享了 首先非常感谢华石庙的一个邀请 然后刚才其实听了她刚才的开场 然后我也觉得作为女生来说 的确我们都是应该有自己独立的能力 然后才能更好在社会上 无论是情感方面还是自己的生活方面 都能更好的立足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一个正题吧 首先说到这个副业这个点 我不知道大家会先想到的是什么 可能第一个就是大家可能一定会想到钱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可能大家想到的是不是那些淘宝商 然后让你去杀蛋的那些小哥 然后或者是大家可能在想到的是一些发传单 然后现在可能更多的是一些什么直播啊 等等等等 其实这个呢并不是我们副业实验室推崇的一个理念 对于副业来说呢 大家可能想到的一定是副食品的那个副 就是有副的副 然后右半部分加一个利刀旁 对吧 但这里呢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另一个字 就是重副的副的这样一个副业 那么这两个副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首先说那个食品的那个副啊 因为这个副呢 其实就是有点像大家刚才联想的那些 比如说发传单啊 或者是说送给淘宝刷单啊 就是还是跟你在上班一样 是在用你的时间在换钱 就这个怎么理解 就大家比如发传单对吧 你今天不去 或者你没有发那些传单对吧 你可能得不到这个钱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所之前理解的副业 就是拿你的单位时间去换钱 这个本质就是跟你上班打工一样 就是我上了这个班 然后付出我的时间 用的时间来换到这样一个钱 但是对副业的副来说呢 它就会有另外的一层意思 那么这个副呢就是重副的副 那顾名思义呢 它也是一个顾利的副 就指的是说我在做的这个副业 它一定是有副利价值的 那么这个副利是什么呢 首先一定是钱 就是我可能干着一份的钱 就可以有多份的这样一个收入 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是一个程序员 对吧 那我有了这个程序员的知识 那我可能写书会赚到一笔钱 我可能打个人奖励 做个人品牌 比如说我去做一些直播 那我可能有些收入 那另外呢 我还可以去做一些咨询 然后这方面也是一些收入 它就是通过我的一份的技能 能让它有副利的变现的可能 能让它给我带来有副利的钱 带来副业的有副利的影响力 给我带来有副利的粉丝等等 这些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副业 那总结一句话呢 就是我精通一样 但却赚着样样精通的钱 那么刚才呢 花时间去解释了副业这个概念之后呢 相信大家一定是 有了一个相对一个模糊的概念 就是副业跟副业的区别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会 引来了第一个 大家会关注的点 就是那我做副业是不是影响主业啊 这个时候很多人都会告诉我 如果我主业做不好 是吧 花时间做副业了 那我主业也搞不定 那这样是不是一个 顾此时彼的一件事情呢 那这里呢 正好呢 我们可以去再加深一下 我们对副业这个概念的理解 那通过刚才我发的这个图里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副业也是可以反不主业的 那就是说我们精通一样 不但可以在工作中赚到钱 同样呢 我们也可以在副业之中 用于我们精通的这样东西 赚到样样 都精通一样 就赚到样样都精通的钱 那么前面其实呢 已经告诉了大家说 关于副业和副业的概念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话不多说 很多东西可能马上就会想说 哎 说了这么多 那具体我该怎么去找到我的副业呢 那我们接下来就去看 我们如何能给自己做一个副业的定位 那想去找到自己的副业方向呢 其实可有两个点 第一个呢 就是去向内探索可能性 那第二个呢 就是去观察市场 向外找到一些好的机会 那么首先我们先来跟大家讲讲 就是说怎么去向内去挖掘一些可能性 那这里呢 可能跟大家介绍一个理论 可能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这个长板理论 就是什么长板理论呢 它对应的就是这个木桶理论 现在大家都知道说 哎 人不应该有短板 对吧 然后这样的话 就保证我的木桶能赚更多的水 但实际上呢 其实在现在这个社会 长板理论才是 更适合我们去打造自己的 什么长板理论呢 就是说我们只要能保证 我们一个长板足够长 那么只要我们倾斜这个木桶 对吧 然后那我们 我们就可以盛到足够多的水 甚至你的短板 在短情况下 只要你的长板足够长 那么也是可以去打造自己的优势的 在这里可以给大家说一个 我们之前一个会员那个例子 其实他本科跟硕士都是在一个非常好的 985的学校去学这些编程的 但是呢 他后面就是发现自己在编程并不是特别厉害 就是在同龄人中 在他的同学中的并不出类拔萃 但是呢 后面他就逐渐发现了自己的一个优势 就是他可以把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理论 讲得很清楚 比如说编程对吧 他可能不会编的是最厉害的 但是他会把一个程序的一个理论 或者知识特别浅浅易懂的 让一些不懂的人听清楚 那后面呢 他虽然有着他编程不好的这个短板 但他就利用他的这个比较长板的优势呢 后面就逐渐把自己打造成了这样一个 技术领域的这样一个分享者 后面呢 后面呢 他有在这个一个比较大的这个互联网企业 就专门做这个互联网 AI方面的一个战略分析 虽然他不用编程 但是他就把更多的技术讲给更多人听 并且他通过自己这个能力 又出两本书 5G社会 教别人去看这个未来科技的趋势 还有一个就是手把手教你买基金 他就会教 告诉你如何去 购买一个基金做理财等等这样的方面 其实这些他都是通过把自己的长板打得足够长 这样去探索到了服务方向 那么通过这个例子就告诉大家说 如果你真的是想找到自己的方向的话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去找到自己的优势 去打造自己的一个长板 那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说 我一点都没有任何天赋 我没有任何优势 我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东西 然后我什么都觉得自己也不能做等等等等 其实在生活中我们周边 多数人都是没有一个特殊的爱好的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些并不是你真的没有 而是你缺少对自己的一个灵魂拷问 或者说你缺少对自己的一个天赋和优势的这样一个了解 那这里其实比较推荐大家去对自己进行一个自己天赋的一个挖掘 比如说你要去看我热爱什么样东西 我在做什么的时候能有满足感 能给带来自己一些心流的一些体验 另外呢就是说你可以看自己有什么样的特质 比如说这些就表现在说你擅长什么东西 你学什么东西会比较快 还有呢就是你可以去思考你的理想是什么 比如说你什么钱都不要对吧 你自己最希望做的是什么东西 想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价值 下一点呢就是你希望自己在哪分方面被认可 或者是说你曾经收到过哪些被别人认可的一个事件 还有就是你通过什么方向有赚到过钱 刚才说的这些呢都是大家听起来会比较笼统的 是因为大家没有花时间去坐下来真的思考过这个东西 这个之前我在复业实验室的时候 有跟大家做过这个天赋挖掘的13问 这个一会儿呢然后也可以发给大家具体的问题 希望大家可以在有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真真正正正坐下来 然后要自由书写就是你毫无目的就是在本子上 只要你想到的东西都尽可能的写过去 一个问题呢最少要让自己有一个十个吧 十个回答的问题这样 这样呢你才会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挖掘到自己 真的擅长喜欢的什么样东西 当然了这个对于自己的优势的挖掘是个持续的过程 大家如果暂时也没有挖掘到自己的一个优势的话 也不要担心大家可以持续的去探索 如果你自己没有挖掘到的话 其实那你还可以去周边去向外求证 那比如说你可以去参加一些线上线下的活动 对吧去看看别人都是通过什么来做副业的 别人有什么好玩的事情 那这些你自己能不能内化到 你会不会也让你自己也灵光乍现说 哎好像我也很喜欢这个事情 我也很热爱这个事情 我也很想把这个事情做成自己的副业 那另外呢你就可以去咨询你的朋友 因为你的朋友呢一般都会非常了解你 你可以问他说 哎那你有没有发现我擅长什么东西 或者是说以你对我的了解 我可以做哪些东西 还有呢你可以去借助一些工具 比如说盖洛普的优势识别 这样的一个测试的一个系统 你可以在这里去看一下 你到底有什么样的优势 这样通过三个向外求证的方式 帮助你去找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副业的一个方向 那上面呢其实我们有跟大家说了 这个就是向内去挖掘找到自己的 这个可能副业可能性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上面呢其实我只是通过我的 嘴的线上跟大家说 但这个非常依赖大家要花时间 真真正正的坐下来 安静静的思考去剖析自己去 找到自己这个人生更多的一个优势的方向 这个不仅仅是在做副业方面 可以对你有些帮助 其实在你的其他对自己的一个认知方面 也会非常有帮助 所以非常值得大家去花时间 把这件事情做下来 那么一旦呢你发现了自己有些优势的话 那你就可以重点去投入这些优势 去用自己长时间的一个 可以练习去做积累 那么呢你就很容易在这个领域积累到 比别人更强的势能 也就通过这个方式打造了你的长版 那么你也同意去找到你的一个 副业的一个方向 那所以呢就是 这个呢就希望大家可以听过上面这一段话之后呢 可以花时间真的坐下来去 做一下自己的天赋霸觉13文 好好地去了解一下自己 找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那么接下来呢就跟大家去聊聊 找到副业定位的第二个方式 就是市场观察 向外找到一个好的机会 因为刚才也说嘛 其实很多人可能我到现在 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一个优势 并且去探索自己的优势 其实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 那么如果说大家想去做副业的话 那么还有一个方式呢 就是要去向外去看看市场 看看别人做什么 看看自己能学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那去洞察市场需求 来去找到自己副业方向呢 就是他可以有看两个需求 一个是显性的市场需求 一个是隐性的市场需求 那么什么是显性呢 就是我们去看 哪些是已经被验证的一个商业模式 别人已经成功了 我又能做 我有优势 那么我为什么不去做呢 那这个呢就是一个显性的市场需求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去看 新的一个市场趋势和产品 比如说开始抖音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都去做抖音呢 做起来了对吧 在开始写公众号的时候 很多人就在最早一批开始去写了 后面也有了很强的变现能力 其实呢这些都是 我们可以去跟随的一个显性的市场需求 那么隐性的市场需求呢 就是那些没有被满足的一个用户痛点 那这个呢其实是比较难去挖掘的 但是一旦你挖掘到之后 你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副业方向了 那么这里呢 就跟大家去讲讲说 显性的市场需求 这个已被验证的商业模式 这一块应该怎么去看 什么是商业模式呢 商业模式呢 就是指企业个人如何能赚到钱 企业的商业模式呢 就是看企业如何赚到钱 那个人商业模式呢 就是看个人如何赚到钱 就在要去找自己的副业方向的时候呢 就直接去看 跟有结果的人学 去看他们如何赚到钱 这样呢来去帮助你 找到你的副业方向 那跟如何去看 已经被验证的商业模式呢 那就是要跟有结果的人学 因为这个人有结果了 那你才能从他的经验判断 这个是已知可成功的一个经验 那跟有结果的人学学什么呢 第一个呢 就是要学这个用户价值 就是去看 它是满足了哪个细分领域的哪个需求 因为现在其实很多行业都已经比较饱和了 那么你要去找到你的价值 找到你的能够用户满足的价值 那就是一定要做细分 那你这时候可以去看 别人是如何切入哪个细分领域的 那这个能不能给你带来一些 相应的启发 那第二个呢 就是资源能力 你要去看看这些有结果的人 他们到底有什么样资源 有什么样能力 那这些是不是你也具备 并且呢 是你想去提升的方向 能够给你一些启发 那第三个呢 就是盈利方式 你要去看说 这些人到底是怎么能够赚到这些钱的 他们是有什么样创新的方式呢 还是说他们有什么精妙的设计呢 这些呢 都是我们可以跟有结果的人学到的 那这个呢 可以跟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是在最早一批在做朋友圈运营的时候 很多人是靠着课程分销赚到钱 那个时候 课程还不是特别多 然后 如果说你的一个好朋友 或者你信任的一个人 他在朋友圈分销了一个内容的时候 其实多数情况下 都是可以引导你去看 去学习 然后去购买的 那么这里呢 就是有一个 给大家举个分销网址的例子 他其实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在朋友圈里去 分享了自己的一些 喜欢的课程 或者喜欢的一些书等等 慢慢呢 他就发现 因为他分享东西比较有质量 所以很多人都愿意从他这来进行一些购买 他的转化率还不错 慢慢的 他就从课程分销做起 然后成为了一个非常非常 比较算是一个比较优秀的 这样的一个朋友圈营销的专家 那他现在呢 又写了书 然后变成了这个朋友圈 裂变发售的一个操盘手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很多人通过 这个分销网址这个例子 那就可以大概有自己的感受 对吧 别人可以通过这个分销的方式 打造了自己的品牌影响力 进而赚到了钱 那是不是有这方面想法的人 或者说你有这方面文案能力 能够很好的触达到别人 并且能够很好的转化别人 并且有非常强的这个课程也好啊 书也好啊 商品也好啊 很好的这个就是 鉴赏或者说鉴别能力的人 你是不是也可以做这个呢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分销网址 他已经验证过的商业模式 那这一块呢 其实也是我们会去看 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去做 这样一个模仿 也能够做成一个自己这样的副业 那第二个去探索这个显性的这样的市场需求呢 就是新的趋势和新的产品 那新的趋势呢 可能这里有政策的趋势啊 技术的趋势啊 你才去看这个趋势 可能从三点看 第一个就是这个是新的趋势 新的产品 比如我们刚才说的工程号 抖音等等 那么第二个就是一定要低风险 低投入 可能这个产品确实很很巨大 对吧 我们看到比如说什么 风力发电 对吧 那我不可能去买一个几千万的这个大风车去 对去去作为自己的一个负业方向 对吧 那当然也可以啊 只是我们最好呢 是从低风险 低投入这个方式来去作为一个切入 那第三个呢 就是最好技术的一个扶持 或者说有重点投入的 比如说未来是一个直播时代 对吧 我们每个人都要去锻炼自己在 就是镜头前去讲话的这样一个能力 那么这个呢 其实那直播类的产品 其实是不是大家都可以有机会 或者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这个都就是一个产品的一个趋势 就这里我写了一句话 就是站在风口上 猪都可以飞起来 长出一个小翅膀就能飞得更高 对吧 在这个风口上 你自己再有一些好的想法 好的一个点子 跟随了这个产品的趋势 那么你就可以把你的副业 很轻松的做起来 那还有一个点呢 就是如果我们去 想去通过挖掘这个隐性市场需求的 就是没有被 产品所满足这个需求 刚才也说 其实这个是比较难的 但是呢 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 可以来说一个比较取巧的 这样的一个 副业的一个方向吧 就是做这个寄居产品 因为做全新产品 其实很难 对吧 我们要去做非常多的 这个用户需求的调研 然后去开发新的产品 要去满足 未被满足用户的需求 就这个来说 对于很多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考验 那么一个好的方式就是我们去做这个寄居产品 我们从比较牛的产品用中去提供额外的一个服务 那举个例子 比如说现在 某个产品做的很大了 比如说现在 就是微信它做的很大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想说我们 为了这个微信这个大产品 我们怎么能够去寄居呢 那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出了非常多的这个 比如说微信体系内的一个运营的供应商 对吧 还有就刚才我说的这个分销网址 当然还有些人用视频号做变线 有些人用公众号做变线 等等等等 其实这些都是你作为微信 这个牛的产品中 你被在这个牛的产品中 留存的用户提供额外的服务 那么 其实你就可以去用这个牛的产品 这样一个用户粘性 而够去 为你自己提供一个副业选项 那上面呢 就是总结一下 就告诉大家说 如果你想同领导一做副业的话 那你应该怎么找到自己的副业方向 那第一个呢 就是要向内挖掘 去挖掘到自己的长板 自己的优势 当然如果你自己能挖掘到呢 最好如果你挖掘不到呢 那你就坚持持续的去把它做一个长期的过程 当然呢 你也可以去向外挖掘去看看 别人有什么 别人怎么玩的 别人有什么样的副业的方向 还有自己的朋友 别人怎么看待你自己 这样呢 可以从一个第三方的眼光来去 对你自己有更客观的评价 然后呢 你还可以去通过一些工具 比如刚才说的 这盖楼优势识别 去挖掘一下自己的一个优势 那如果说你所有的向内挖掘 都没有一个特别好的结果的时候 那么这时候其实你可以向外探索 去看看市场上 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 那么呢 这里就分显性市场需求和隐性市场需求 显性市场需求呢 你就可以看说 哎 别人是什么样的商业模式 怎么赚到钱了 是别人怎么去运作的 那么第二 你可以看到说 哎 现在风口是什么 现在有什么产品的趋势 那我是不是可以搭上这班车 还有呢 就是我会在衣服在一个比较牛的产品市场 为他们提供一个细分流域的这样的一个 切入的这样一个副业的项目 那这些都是可以很好的帮助你去定位到你的一个副业方向的 那如果大家能够看了上面的几种方法 对吧 然后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大家已经有一个明确的副业方向了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大家就是几种心态 对吧 第一个就是 哎 好像优势挖掘和市场探索之后 发现自己的优势比较多 资源比较丰富 人脉比较广 我可以做很多类型的副业 就是选择太多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 你可能感觉 哎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非常确切的方向 非常自信满满的 可以准备开始去做了 那么第三类朋友呢 可能会觉得说 哎 将近将近这事行吗 是不是能做呢 就这个呢 可能是大多数大家明确了副业方向之后呢 就是会有的一个这样 三种状态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可能我们就要分析一下 我们的副业的可行性了 那么如何判断自己的副业是否可行呢 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就是市场自检 对吧 自己检查那个方法 那自己检查呢 就是一个诀窍 就是一句话 你要自己先讲清楚 解决的是哪块市场 谁的问题 注意这里一定是要一句话讲清楚 那这时候大家可以去验证自己是不是真的能一句话讲清楚 你自己给自己定位的这样一个副业方向 如果你可能讲了很久都没有搞清楚 说自己到底是解决的哪些用户 什么场景 什么问题 自己都说不清楚 那可能你这个副业方向呢 大概率自检是不太通过的 那这里可能你要自己再去明确一下 那么第二个市场验证呢 就是就是你自己自检完之后 你要去看看市场怎么能帮我更好的验证 那么这个很好的方法 一句话来讲就是你要去看看同类型的项目 大家是怎么做的 还有就是是否有人愿意给你去付费 那么这里就涉及到说 提到了一个MVP的概念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MVP吗 MVP呢就是最小可行计划 那这个呢就是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要去造一辆性能特别优越的一个小轿车 那么可能我开始的时候呢 不能一下子就把这个小轿车造出来 那么我就会先去想说 用户的需求呢 可能就是一个便捷的交通工具 那我可能先去做一个四轮的一个板车 对吧 我看看大家到底有没有这个 想去做在一个快速交通工具上这样的需求 那接着我可能再去把棚啊什么的安上 看看大家呢是不是有这种想要的汽车空间里 来去乘坐汽车的一个需求 那最后呢我可能再把它做一个美化 把它做成一个精美的小轿车 然后一步步的让市场呢 去接受这个豪华小轿车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需求 那么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就用一个四轮的板车可能去验证这件事情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用户 是不是接受这个一个这样的一个产品 如果能接受呢 我们再慢慢的去迭代 而不是说一下子我就做出来一个 我认为最完备的产品 这样的耗时耗力可能最后还不是用不想要的 所以说呢 这里建设大家一旦有了副业方向之后呢 就一定要赶紧去做验证 所以这里呢你一定要拿出你的一个MVP 去让大家去给你付费 有人付费才是这个市场最好的一个验证 那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你想去做一些这种 加装这个整理师对吧 整理师最近比较火 那如果你想去让大家验证 你是否大家有这个整理师这样的需求 那你可能可以开始 比如说你可以有一个9块9的这样一个上门整理的 或者说有个线上的一个整理咨询 对吧 那个比较小的这个V型的服务项目 去看看是否有人愿意为你付费 如果一旦有有人愿意为你付费了 那你就可以去提高你的整个的服务质量 或者是说提高你自己整体的这样一个服务的一个体系 对吧 慢慢的吸引更多的人愿意为你付费 那就证明说你这个模型是跑得通的 那负业可行星的第二个呢 就是你要看一下自己的能力 对吧 因为有些时候呢 可能有些事情是我们能力以外的 那比如说我是一个特别举个例子啊 我特别不善运动 那么我又想说 哎我要教别人运动 对吧 因为这个可能就是完全不是你能力向的一个东西 所以呢 可行的副业呢 核心能力需求要符合能力圈 就是这个副业的核心能力一定是你具备的 然后你的其他的一些能力呢 你可以找各种牛人去合作 对吧 去补齐你这个能力但是一定要避开你的一个特弱项 如果这个副业的方向需要的核心能力 是你完完全全不具备的 你的核心进入力都没有 对吧 那你找别人去帮你补齐什么呢 对吧 所以呢 你只要保证你的核心能力是你的能力圈以内的 然后如果你缺少了其他的一些能力的话 你当然再可以找别人帮你补齐 那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去计算你的投入产出比去判断副业的可行性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在做副业当刚才也跟大家说这个副业的概念了 副业呢 他首先第一个一定是要有复利的 对吧 就证明我的产出一定是有复利的 无论是收入影响力还是我的经验与能力 那这些一定都是能让你付出单个的时间能够产生多倍的收益的 那第二个就是投入 投入一定要是低风险的 那大家知道可能很多人做那个创业或者自己的一些事 投入特别大 对吧 青年当产去做这个事情 其实很多时候带来的幸福感是非常低的 那这件事情并没有成 所以大家在做副业的时候呢 在判断着可行性的时候一定尽量把它是一个低风险的 如果你在工作 那么你可以兼职做 那如果说你是需要一些资金投入 那是不是可以先不进行资金投入 对吧 我可以先用一个非常继承本的方式验证一下 这个可行性到底怎么样 所以一定要保证自己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要是一个低风险投入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只有保证你的产出是有负利的 你的投入是低的 那么分子高分子大分母小对吧 那除出来这个得数一定是大的 那就是说这个事情一定投入产出比是高的 那我们只要去保证自己的副业是投入产出比更高的事情就可以了 一旦你判断出来你的投入产出比是高的 那你就一定要快行动 勤迭代 对吧 行动就永远不要等到自己的这个方向是个很成型的产品了 然后再去做市面去验证 你要是开始的时候就提供一个小型的服务让大家去试 大家去付费 看大家意愿 如果真的有这个需求 再去勤迭代就好了 当然呢 这里还要去评估的风险呢 第一个就是精力的风险 对吧 这里呢就是大家去看这事呢能投入多长时间 它对你的在做的重要的事情能够产生多大一些影响 因为人的每天的精力其实都是有限的嘛 现在都说流行这个精力管理而不流行时间管理了 就是精力其实是非常宝贵的 那每天大家的每天的精力一定要去保证说 我做这个副业的话 我的精力是不是能顾得来 是不是能够去影响我在这段期间的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它不影响的话 恰巧呢 你又想做一个副业那么就开始 那如果说你人生中在这段时间恰巧有非常非常重要重要的事情 那你要去评估一下自己的精力风险 那第二个风险就是这个实现的风险 大家去看说你想实现你这个目标 那么这件事有多么的复杂 然后你是需要一些是不是需要很强的这个技术能力 对吧 你能够找到这种解决方案等等 这些都是你的一个实现层面的风险 大家也要去进行一个考虑 那最后一个呢 其实说大家不大家说小不小 就是这个心理风险 其实我觉得这个心理风险呢 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 你这里呢 因为在做副业的过程中 可能跟你上班就不一样了 你上班过程中呢 就是永远都有人给你兜底 那副业呢 可能就是你要自己去完全探索 不会有人再去给你兜底了 那这个时候你心理上的感受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能明确你可能会面对着非常多的挑战 然后要自己解决非常多困难的问题 可能还会有别人对你的一个不好的一些评价等等 那这个时候呢 你要去看自己的心理承受的一个范围是有多大 自己能够承担这个失败的后果 是否能承担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 别人给你的各种压力 还有就是你要去看自己能够给自己做长时间去做副业参索这件事情 这些都是你自己可能要去承担的一些心理层面的这样的一些风险 这些呢都是要大家综合评估在自己的一个风险评估体系内的经历 你的实现风险 你的成本风险 你的心理风险 这些总共下来才能去判断到你的一个副业可行性 那上面呢 其实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大概率呢 大家已经找到了自己一个差不多可行的副业方向 然后呢 也评估了这个风险 评估了这个风险和可能性 觉得这件事情好像都是明确我想做什么了 好像也可以做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就可以尽快的动起来去感受一下这个自己的搭建自己这个副业产品的过程 其实我们常说就是现在每个人其实都应该把自己当做一个产品去打造 对吧 也对于自己来说是这样 其实对于副业来说也是这样 我们要一个产品化的思维 将自己的这个副业真正把它产品化起来 真正产品化以后才能很好的推向市场 那刚才有跟大家说过这个商业模式呢 就是去看是吧 企业如何赚钱 个人如何赚钱 那这个时候呢 你想打造自己的产品 首先重要的一点就是 你要去想好自己这个产品到底通过什么方式去赚到钱 所以这个时候推荐大家去写一下自己的这个个人商业模式画布 去看一下自己的这个副业到底可以通过什么方式能够赚到钱 能够跑起来 这里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跟大家去详细说这个个人商业模式画布具体应该怎么去填写 相信大家应该也看到里面应该也有一些备注了 对吧 大家应该可以去看着这些描述 然后自己去填写一下 这里呢 最重要的就是帮助你更好的去理清你的这个产品的逻辑 也就是说你明确好了 我要卖什么 卖给谁 怎么卖 怎么赚到钱 谁能帮助我 我可以得到什么 其实这些都是你自己想象之后 其实你的产品也会很容易的搭建起来了 那这里只说一点呢 就是说大家在写自己的产品的时候最好是有些梯度的 因为刚才也说呢 大家最好是开始的时候可以拿一个小的一个最小可用的模型签去到市场去验证 然后慢慢呢再去增加一些梯度的服务 当然这样的方式呢也会很好去帮助你做一个引流 那这里要跟大家说呢 就是一定要去抛弃掉自己这个尽善尽美 一切都完成才开始的这样的一个理论 大家呢就是要去明确自己的个人商业模式 也就是说把自己要做什么想清楚 那么呢就可以开始去做一个最小的一个行动方案了 先行动起来 先去验证 然后慢慢的再去迭代自己这个产品 慢慢再去完善 那这里呢可以跟大家说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之前的一个也是一个会员 其实他开始的时候因为他很想这个就是去读书嘛 他很想去开一个自己这样的一个读书会 然后想有一些线下的分享啊 包括线上那些直播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啊 等等这样的一些副业的方向 因为他其实非常爱读书嘛 他就想把自己爱读书这个领域不但能反补自己的工作 对吧 因为要学习工作和内容 也可以去提升自己的一些认知等等 然后并且呢还可以通过这个读书 教导很多的朋友 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复苑的方向 但是呢怎么开始呢 其实啊 他他的MVP就是最小的这个行动方案怎么开始呢 他呢就想到了一个 啊 点就是他开始了这个 我们叫他说这个游戏激励计划是吧 那这个游戏激励计划呢 其实简单来说呢 就是他找到了一群开始也非常想去读书的朋友 然后他们呢就是每天去打卡 然后他让大家每天去打卡 然后这样可以有一些积分 然后并且有一些 如果积分比较高 可能会讲运他一本书 然后或者是说 有些讲运他一些线下活动的免费等等 其实这些呢都是非常好的去验证了说 哎 大家到底有没有去参加这种读书会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对吧 包括现在大家看呢 反正读书会做得很好 那可能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的这个会员这个朋友 其实他也是想通过这个方式去做了一个验证 所以呢 以这个例子呢 就是告诉大家 如果你想去开始一个复业的时候 倒不如你可以以一个游戏的方式 哎 找些人 然后大家以一个游戏化的 比如说你完成了这个事情 我们就可以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等等 那这些其实能够很好的 以一个非常轻量级的方式 非常低成本的 然后并且呢 也不会是一个高付费 用户的参与门槛 以很低的这个方式 先把你这个模型刨起来 那讲到这里呢 其实大家应该都是有了方向 然后觉得可行 然后并且有了产品 那么怎么能去有了产品之后 能够让它更好的卖起来呢 因为更好的产品 其实都是要卖吆喝的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简单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大家应该也知道的 这个叫 那简单跟大家介绍来一下 就是我们大家应该也都知道 这个鱼塘理论 就是吧 像打鱼一样 对吧 你要去找到一个合适的鱼塘 对吧 然后找鱼塘去抛肝去开始钓 然后最后钓上条大鱼 对吧 那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找到一个好的鱼塘 怎么好的鱼塘呢 就比如说你是做教 你是做教育的 对不对 那你做教育的 首先第一个 就是你的目标用户 那如果你是 10到15岁的青少年 比如举个这个例子 那首先呢 你可以去看 10到15岁青少年 它大概会出现哪里 那这个就是你的第一鱼塘 那接着你会 到15岁 对这个小孩子 他除了想去上你这个课程以外 他还可以去哪 找到他们呢 可能是学校 对吧 然后可能是 一些培训班 那可能是一些 青少年的一些游学机构 或者是一些 青少年的运动项目 这些都可以 是你的鱼塘 你可以通过这个线索 来去找到相关的 一些合作的人 做一些相关的 一些联动的 一些合作等等 那给大家就是 这个一个小引子 对大家 可以通过这个方式 去找到自己的鱼塘 就是说 找到自己的目标用户 所带的地方 他可能 跟你 这个地方不太一样 但是可能是 你的用户 经常会出没的地方 可能跟你的领域 不太一样啊 然后呢 接着你就看说 哎 你找到了 他们经常出没的地方 怎么能够去 把他们 诱饵 诱过了 然后你这个附业 愿意成为你的用户呢 那这里呢 你就会去看 你的这个产品 有哪些可以 能够吸引到他们的 那比如说是学生 他们在上学 对吧 那是不是可以 他们会使用到一些 本子 笔记本 是不是他们需要一些 考试的信息 等等知识 或者是说 一个 如果你想吸引的是那种 母婴吸引 想吸引的是那些妈妈们 对吧 那你这时候是不是有些育儿的知识 免费育儿的知识 等等 这些都是可以 跟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啊 大家可以去设置自己的诱饵 能够让你的目标用户 看到你 并且能够通过诱饵 被你吸引 那这样呢 就是自然而然 你肯定就能去 找到你的目标用户 让他们被你 所吸引 然后当然最后 也能成为你的付费用户了 那基本讲到这里呢 可能就是 也快到时间了 对 然后跟大家说 就是做副业的三个小庙 我只要可以跟大家说 那第一个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提升 自己的一个写作的能力 写作能力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杠杆 它可以让你在 很长时间以后 可能几年几个月 甚至更长时间以后 还有就是你可能是找了 什么都没做的时候 依旧有人通过这个文章 认识了你 了解了你 信任了你 愿意帮助你 所以这个呢 真的是写作 它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举动 并且你不需要付出什么东西 但是真的在资源 客户和收益方面 都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提升自己的写作能力 把它用成自己一个最趁手的一个杠杆 帮自己去撬动更多的资源 人脉和收益和自己的粉丝等等 那第二个锦团就是大家要去提升自己的这个个人的影响力 就是也去打造自己的圈子 因为慢慢其实你做副业之后就发现跟你的工作不一样 虽然长板足够长 但是你真的是需要非常多的朋友帮助你去合作 帮助你去补齐你的短板 那么这个时候都非常依赖于说你要打造自己的一个影响力去扩大你的圈子 这样才会有更多人去看到你 然后愿意去帮助你 能够帮助你在做副业的过程中 注意把力 那最后呢就是这个时间管理 你也是你的精力管理 因为每天大家都是24个小时 对吧 这个是很公平的 但是因为你又想去做副业 去赚到另一份收入 你要去上班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非常好去管理自己的一个经历 当然说呢 不需要你去做完全的自律 是吧 那样人生也不是快乐的 只要你是自洽的就可以 你要知道我想得到什么 我就要为此而付出什么 要去做哪些这样的努力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只要你能完成这个很自洽的过程 把时间管理好 那么呢 你才能让你的副业能够开始并且持续下去 我很喜欢这句话 就是行动 让你相信相信的力量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非常相信自己能够做到什么 但是你没有行动 那么呢 我们哪怕这个相信都会变得一文不止了 其实你行动起来之后发现 你想做的事情其实也没有那么难 然后其实你只要坚持下去做呢 这个你相信东西也一定会变成现实 那今天 其实也九点过了 对吧 抄了大概几分钟 然后还是感谢这个花神庙的邀请 然后 相信在这个群里大家听了这个 这次我们聊的这些朋友们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有相关副业的问题也可以找我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先行动起来吧 因为想得副业的人很多 然后但是实际行动人很少 坚持下去的人呢更少 然后只要你行动起来呢 其实你就会发现自己一定可以有不同样的收益 那今天先到这里了 拜拜 今天双十一了 然后来听的同学真的是 相信你们还没有去剁手 大家可以去剁手了 然后今天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大兵 今天大兵分享的内容是非常非常干货的 所以说干货的内容呢 是需要集中精神 嗯 时候可能要多回听 很多遍 才能够充分的 小法吸收 但我很赞成他 刚才说的很多的理念 包括说你要从一个 呃 这个最小的模型开始 包括你要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 以及说你要看这个 你的你的用户的这种反馈 嗯 而且你真的是要去 从很实际的事情上开始去做起 你不能说我我我做了个事情 我我我先先先小拉小瞧 不你一开始就得奔着说 你要看别人的反馈 嗯 结尾还是照例放一下 我签量会员的二维码 和我个人微信的二维码 嗯 相信很多人已经是会员了 嗯 如果还没有加会员的话 的话是可以加下 嗯 我的会员 我的会员的话是 嗯 包年的 价格会比你单期购买会 便宜吧 大概是五到六者左右 因为很多课 在结束之后会涨价 就是就是开课之前 九块九涨价 会到十九块九这样单课 所以说 集中买会员的话 还是比较合算的 就加了会员之后 可以加我上面的个人微信 我的个人微信呢 是你是可以让我拉你到一个 嗯 咱们的签量会员群里面 嗯 可以有更多的沟通交流 或者是如果你觉得 呃 就是有什么想法的话 可以给我个人微信留言 有关于我们怎么做签量 可以给我做留言 非常感谢大兵 嗯 那今天双十一大家就先这样吧 嗯 该买的是尽管买起来 咱们下周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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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